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我們今天是大年初一 農曆新年的大年初一 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新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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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讀書的人可以進步 做生意的人 課如輪轉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橫濱中華街 這個是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唐人街 今天來這裡主要是找食物 還有大家聽到後面 他們在打那些茶茶 打鼓 其實後面也沒有人嘗 我們現在主要去找食物 後面燒炮醬 香港很多年沒有燒炮醬 其實我很想嘗試在香港燒炮醬 不過現在香港真的不行 好,我們去找食物 我們剛剛去完一間 我不知道這間店的名字 但它叫做中華料理世界Champion 世界第一的豬肉包 肉包 就是現在Mai在吃這個 小小的肉包 這個肉包是1.90元 1.90元 但我就買了這個 我這個是什麼呢? 裡面這個叫做國煮 角煮 中文應該是什麼呢? 豬肉的...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嘗試吃 嘗試吃 嘩,大家看到嗎? Juicy 裡面很大塊豬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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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呢 是可以再軟一點的 因為它的肉 炆得不夠軟 可以炆久一點嗎? 如果炆得再軟一點的話 應該不會最好吃 但是OK 10分滿分我會比... 7分 7分 不是很高分 7分 10分滿分7分 7分 7分 他一個7分 我這個7分我也是 6.5 好像呢 稍微醬汁 這個醬汁 很少 肉汁 肉汁不夠 不夠 汁 但其實都OK 這個醬汁 但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好吃 但是肚餓的時候吃是不是好吃 肚餓的時候吃什麼都好吃 吃嘟嘟都好吃 是不是 因為剛才那間呢 比較上以為出名的這個... 嗯... 嗯... 今晚的店鋪呢 不是太好吃 所以他決定現在去另外一間 看什麼好吃 那個樣子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間叫開華樓 剛才那間就不知道什麼名字 剛才那間是世界冠軍 它是世界冠軍 它是世界冠軍 好了 我們試試吃第二間 嗯 很大塊豬肉在裡面 這個裡面也不是很多肉汁 不知為什麼我個人覺得呢 他這個呢 這個包如果十分滿分的話 五分我會給 剛剛的合格 然後還買了一杯 珍珠綠茶 但是是很難喝啊 就是我不應該拿香港或台灣的珍珠奶茶 然後呢 和這裡的珍珠綠茶來都比 但是這杯真的不會喝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燒賣 燒賣真的很大顆 大家看到嗎 媽媽如果一串呢 是有四款不同的燒賣在裡面的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分別 不知道是不是紫菜 那些 不過四種不同味的燒賣 它有 五鵝三個一樣的 很好吃啊 嗯 喂 喂 我們交換了 我吃回這一邊的一串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呢 我來日本呢 我是不應該吃點心的 雖然說這裡的店是中國人開的 但是點心始終都是 要符合中國人的口味才對 這些味道 變成了 給日本人吃 所以味道有點不同了 所以其實不好吃 我覺得 好 現在我還有最後一塊 這一塊呢 我營著它 黑色的那些 不用味道 它是紫菜 如果用回香港的燒賣 跟這個相比 十分滿分 真的只有五分 這杯這樣的 這杯這樣的 珍珠綠茶 沒有分 一分 好 現在我們呢 又來第二間 那就是後面這一間 什麼 黃虎井 就是完全是扮上海的 黃虎井大街 咦 黃虎井大街 是不是在上海 還是要進北京 不記得了 隨便 哇 好難 那在日本不知道為什麼 生煎包呢 它們是叫做 煎小籠包 那雖然是 跟小籠包差不多 都是有些肉汁 有些湯的裡面 但是生煎包 就是生煎包 為什麼給了上籠包 哈哈哈哈 就是 這個人呢 因為他生煎煎的關係 所以他吃這個 生煎包的時候 那些肉汁一迫出來的時候 是迫在他的煎煎那裡 所以我真的叫救命 好 到我成功終於到 那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生煎包 裡面肉汁豐富 不過吃這些 跟吃小籠包一樣 要小心就是 因為裡面有熱湯 在裡面 一絲燙大家都要 今天吃了三間這些店 吃了一間的豬肉包 第二間的豬肉包 吃了一些燒賣 吃了一個生煎包 還有一杯不好喝的生煎奶茶 今天這麼多間裡面 暫時說最好吃的 這間 如果十分滿分 我會給八分 但是都去不了滿分 因為始終都是跟平常吃開 就差一點 如果大家過來這裡 中華街吃東西的話 這一間可以推薦的 但是 嗯 始終都是我們那邊的好吃一點 好啦 今天我們已經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吃飽了 晚飯也不用吃了 原本打算多走幾間 吃多幾間 但是因為 其實每一塊東西 尺寸有多大 所以我們吃了三四間 都飽了 好了 我們現在就準備回家 睡覺 然後明天 就再看看去哪裡玩 OK 今天的影片先集中 請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就是這樣 Bye Bye